据说在外太空遇到危险时 可以利用灭火器作为动力 让你在太空遨游 并且通过不同方向的喷射 它可以轻松拐弯让你安全回到空间站 电影低新引力的女主 就利用灭火器稳住旋转的自己并成功回到空间站 而瓦丽也曾经利用灭火器脱离危险 并且在弹钉面前撒了一波狗粮 但是这样的神操作在现实中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想要验证这则留言 首先需要确定灭火器究竟有多大的推理 亚当先来试验一下 灭火器能不能推动它 它躺在维修工作滑板上 打开灭火器的开关 但是它却纹丝不动 它用双脚蹬臂助力 也没有什么效果 很快就停了下来了 想要发挥最大的推力 必须将摩擦力尽可能地减小 大漂亮想到用滑轮进行试验 以减小摩擦力的影响 果然效果很明显 灭火器产生了足够的推力 将大漂亮推了出去 使它在地面上滑行 接着帅小火又使用滑板来测试 帅小火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很显然灭火器产生的推力 的确有可能在太空中将人推出去 为了最大可能的 模拟外太空的环境及状态 要将摩擦力要尽可能地减小 为了创造一个摩擦力极小的环境 少年团绞尽脑汁想到了气垫船 他们一起打造了一台迷你气垫船 气垫船可以利用空气中的推力 悬浮在地面上 是他们想到的完美方案 为了进一步减小阻力 他们还将实验场地设置在溜冰场进行 在此由大哥亚当先来测试场地摩擦力的大小 轻轻一推 气垫船滑行了很远的距离 轻轻松松地滑到了场地的另一边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测试场地 准备工作结束 就开始了正式的测试 根据电影情节 测试人员首先要从起点出发 并在到达终点前的这一段过程中 利用灭火器稳定自身打转的状态 最终要顺利到达设置好的终点 第一回合出场了 是我们潇洒哥 他帅气滑出 但是没有控制好方向 一头撞到了设置的障碍物中 他以失败告终 气垫船的重量比 太空舱外宇航员携带的飞行装置轻很多 相对来说难度也小很多 但是一次的失败不能证明流言的破解 少年团也没有沮丧 继续开始接下来的实验 但是无一例外 全都失败了 甚至他们还做了一系列的惯性实验 和躲避障碍物的实验 都没有得到好消息 根据这个实验 流言得出了最终的结论 二氧化碳灭火器可以产生推力 但是无法像电影情节中 可以被人类自由操控方向 例如倒退 转向等 也没有办法稳定失控的状态 而且灭火器使用时间并不长 只可以使用短短几秒钟就会被耗尽 再加上宇航员的舱外移动装备十分繁重 宇航员的身体灵活程度也较低 无法做到自由活动的高难度动作 经过层层分析 最终认为流言被破解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